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俄军年度计划内的大规模演习 演习现场火箭炮发出的风鸣声响彻整个靶场 格外引人注目 在本次演习中 火力最猛的当属BM30龙卷风多管武剑炮 当火箭弹从发射区A处发射后不紧过 毕场地的地面成了一片焦土 火箭炮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炮兵装备发展的一次飞跃 它能在很短时间内骑射多发弹药 而且弹药口径大 因此火力猛 威力大 突袭性好 当然它也存在散步大 精度不高的缺点 因此多用于对目标区域实施面打击 1939年 苏联就已经研制成功 并且定型列装了世界上第一种现代火箭炮 BM13卡丘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卡丘莎火箭炮一开火 便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方式进行攻击 一经问世便成为纳粹德军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们知道它是在战争年代诞生的 那么它可以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可以掩护步兵冲锋 也可以掩护装甲部队 其实这个火箭炮它的功能 包括它打击目标的这个方式 和这个弹道导弹 包括深管火炮还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非常强的 再一个就从打击效果上来看 这个火箭炮是打散步比较大战术级的目标 它可以打这个火箭以上 这个导弹上去之后 它打的往往是有战略价值 或者有战役价值的目标 当然我们说具体的从作战使用来讲 那么火箭炮它实际上 一方面它的这个单位投送时间的 短时间的能够投送大量的火力 我们说一次你比如说12管8管 一次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制效果 但是反过来说它可能进出阵地的时间 相对来讲比较长 同时它的装填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它持续作战的火力投送稍微差一些 其实在这个二战期间 我们知道这个攻击的目标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有的时候进行进攻作战 可能对方是有庞大非常坚固的这种防御阵地 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没法集中太多的深光火炮 可能这个阵地你是啃不动的 或者说你是砸不开 但是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单车的这种火力投送的密集程度非常高 因为那个时候想大量使用弹道导弹 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为谁也砸不起那个钱 那么利用这种单车的火力的快速打击 密集打击的方式 其实可以把对方的阵地砸烂 可以就是掩护 比如说后续的攻击部队步兵也好 装甲兵也好 能够为他们打开这样的一个缺口 所以说呢 在战争期间出现的这个火箭炮 可能和当时的作战需求 包括甚至是这种目标的属性 还是有一定关联 起码这个一辆火箭炮发射车上 它的这个弹药的数量是比较多 像这个深光火炮 因为牵引炮当时比较多嘛 可能要进行这种阵地的构建 或者说这种弹药的这样的一个运送 可能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火箭炮当时也应该也算是 一个比较高效的火力打击平台 火炮 火箭炮之间 它们并不是说谁能取代谁 而是一个互相的补充 缺一的不可 而且从现在来讲 这火箭炮的射程也是越来越远 这个散步就打出去之后 打一个目标的散步 也是越来越小 精度越来越高 那么给我们一个现象就是 火箭炮和弹道导弹的这个界线 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龙卷火箭炮是继卡丘莎冰雹后 遏制的第三代火箭炮系统 卡丘莎二战时明扬世界 二战后苏联推出了冰雹火箭炮 广泛装备和出口 其影响程度仅次于 阿卡47步枪和RPG火箭筒 但很快 冰雹的领先地位 被美国的M270火箭系统超越 M270的射程虽与冰雹相同 但自动化程度多功能性超过了冰雹 随后 俄制BM30式龙卷风火箭炮诞生 有力地回应了美国M270的提论 龙卷风比拼M270各显长短 那么谁能更胜一筹呢 咱们看美国的M270和俄罗斯的龙卷风 两个涨价相差很大 说好的设计是共通的 可是它俩的设计却一点都不相通 一个就是轮式底盘 一个是履带式底盘 可是轮式和履带式 到底谁更加符合以后的作战的需求 我认为这个M270可以说是 现代化火箭靠发展方向的一个引领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它伴随装甲部队的能力比较强 因为它是采用通用底盘 你看它伴随像M1A 布拉姆斯主弹坦克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包括履带式运兵车的能力比较强 还有一个就是在野战环境当中 其实它的装填能力 或者说弹药补给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们看这个M270 它是采用相式的弹药模块 而且在它那个发射箱上 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 这个极竿 可以就是本身的车组成员 就可以针对这个弹药模块进行调装 所以它快速补给 快速保障的能力比较强 而且呢快打快跑 既可以发射远程火箭弹 还可以发射战术导弹 远距离近距离 中远距离上的这种面目标 包括远距离的这种点目标 其实都可以的 你说到这个载装填的这套东西 如果是非对军战争 但是到了对军战争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装填 打完一次之后 能不能跑掉都是两出 不 它这个实际上 你看再看 那个一个是我们说M270 它发展这么多年 它其实也认识到 轮实底盘的优势 所以M270之后 海马斯嘛 海马斯是轮实高进动底盘 那么龙卷风呢 发展到现在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上撞 就是我们说它这个发射这部分 越来越像M270 它也开始用处运发一体箱 也开始进行改变 就是我们说两个人打架倒到最后 会觉得打架打得越来越像 就从对方身上发现了 很多自己原来没有的优势 摸着对方 摸着对方过河 但是我们说从两个 最开始M270和这个龙卷风 发展的过程中 看得出来就是 两个国家的军队 对自己的这个部队的形式 你比如M270 它明显是伴随重装部队 那么伴随M1 那么这个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 那么这个龙卷风呢 就对属火炮 就是我是一个专业单位 那么我的整个装填啊 包括我的这个弹药补充 都是很专业的一群人 但是我可能并不半俗 最前面的 比如说T72的一个阵营去进攻 所以这个两者 我觉得他们最开始 在设计的过程之中 是不一样的 确实那羽带式底盘 和轮式底盘呢 可以说是各有优势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当年的美军和苏军 对于火箭炮的定位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也会根据 自己的作战需求 包括自己的这种作战的 一个假想的环境 进行这种精准的定位 龙卷风火箭炮 于1983年设计定型 1987年开始装备部队 1990年首次公开展出 由于龙卷风火箭炮 口径大 射程远 发射车 指挥车等平台 都是大型车辆 因此它主要装备给 集团军属炮兵部队 龙卷风的发射车 能在38秒内 射出12枚300毫米火箭弹 攻击20至70千米范围内的 敌方有声力量 轻装甲和飞装甲目标 发射改型火箭弹 最大射程能增加到 90千米 龙卷风火箭炮系统 是世界上射程最远 威力最大 性能最先进的 火箭炮系统之一 龙卷风火箭炮 自重33.7吨 战斗全重43.7吨 全长12.1米 全宽3.05米 全高3.05米 配备有12根发射管 龙卷风火箭炮系统包括 火箭发射车 弓弹车 指挥车 龙卷风系统采用 越野卡车作为底盘 具有维修保障方便 公路机动速度快等优势 虽然在复杂地形的 机动能力 润选于履带式底盘 但该型火箭炮的主要任务 是进行中远程的力护盖 具备较远 这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弥补其野外战术机动能力的不足 龙卷风火箭炮射程远 机动能力强 可发射多数 有的火箭弹配备温压战斗部 产生的爆炸效果是 常规装药里最猛烈的 由于龙卷风系统在设计时 每一个载具平台专业性强 分工明确 所以阵地展开时间短 系统反应时间快 骑射时间短 在完成打击任务后 全部车辆能快速撤离发射阵地 这赋予了龙卷风火箭炮系统 较强的战场生存能力 该系统的300毫米火箭弹 是第一个在弹上装备控制系统 在主弹道进行修正的火箭弹 与西方国家同类产品 采用GPS加冠性复合制导方式不同 龙卷风火箭炮的方位修正系统 主要由陀螺仪控制基准设向 陀螺仪是一种能够精确感知 物体运动的仪器 是现代航空 航海 航天等 国防工业中广泛使用舰 龙卷风的火箭弹能感知 自身弹体轴向与基准射向的偏差 然后修正自己的飞行方向 减少弹道偏差 火箭弹在发射后 需要经过火箭发动机 主动推进 惯性飞行 自由落体三个阶段 在主动推进段 受发动机制造误差 发射管振动 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弹体都会与预定弹道产生一定偏离 最终将形成一定量的散布 影响打击效果和威力 而且火箭弹在弹道主动段的 初始阶段对各种扰动 为了改善密集度 提升打击效果 龙卷风系统在火箭弹射出后 2.5秒就进行自动修正 对减少弹道偏差 起到了理想的效果 龙卷风火箭炮 俄罗采用主动段弹道修正技术后 与无控火箭弹相比 可使弹着点密集度提高一倍 俄罗斯军队列装了这款火箭炮的升级版 龙卷风S多管火箭炮 其作战性能进一步提升 龙卷风S沿用了龙卷风的 基本设计 但射程更远 龙卷风S可以发射新型高精度制导火箭弹 该弹采用了惯性导航 卫星导航等技术 可依靠无人机侦察提供目标信息 打击精度进一步提升 据称龙卷风S发射的每一发火箭弹 都能单独装订数据 且具备飞行图中修正弹道能力 这使得火箭炮一次骑射 能同时打击多个目标 俄罗斯它用火箭炮 可以说是已经 这个依赖性比较强的一款装备 对吧 那么在将来还有什么 就第四代火箭炮里还有什么 就是它会不会和空天形成联动 火箭炮和空天实行自动的联网作战 无人机可以自动的把这个目标传给火箭炮 让火箭炮自己就能够识别这个目标 到底在什么地方 以火箭炮读得懂的语言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火炮15炮已经不是行进间发射了 自动发射 那么这个火箭炮将来有没有可能 老白如果要实现了龙卷锋 难度有点大 有可能我要是把底盘 从8×8改成10×10 12×12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是超级火箭炮 其实你看就是俄罗斯 我当时之前也问过俄罗斯的 在展会上问过 它是这样的 火箭弹它有话代 它现在讲我的这个火箭弹 以后在天上是要飞的 在战场上空巡逸 那么根据最后的需要来进行打击 也就是它的弹药 我们讲巡非弹化 不光是现在是精确制造化 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巡非弹化 甚至我们说就是你可以称之为制造化 那么车本身 它认为这个车 它要尽量地提高机动性 你看我们说这个 从最开始龙卷锋的这个庞大的载车 到现在我们说讲龙卷锋S 它的这个高机动的车辆 实际上虽然都是轮式底盘 但是它的通过性来讲 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 那么俄罗斯方面觉得处形发一体 是它的一个相关的发展 它可以根据需要 一辆车也能干 两辆车也能干 三辆车也能干 那么一个相关龙卷锋的单位 咱们看的可能就是一个发射车 后面跟着什么气象车 无人机发射车 相关的比如弹药装填车 那五六辆车七八辆车 一个营套出去浩浩荡荡 浩浩荡荡是好看 但是挨打的时候也很惨 对 所以现在俄罗斯讲 我尽量地要单车作战 还有一个就像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 模块化 机密化的设计 如果说把冰包或者说龙卷锋的系统 能够进行混搭 其实不仅俄军自己使用方面 有很大的灵活性 其实出口 外销 对 这也是很重要 现在这个龙卷锋 在海外的用户的手中 保障太困难了 你想它这供弹车就那么大 而且还是有专门的装填方式 但是以后有储运发一体的 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箱 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 或者是战场环境目标属性的不同 灵活搭配 灵活配置 所以以后可能外销的进行力 也会提升 以龙卷锋系列火箭炮为代表的 动制火箭弹 凭借结构简单 性能优良 性价比高等优势 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购买和仿制的热门产品 并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大口径远程火箭炮的风潮 既是火箭炮技术跨越式发展的体现 也是陆军战略战术思想进步的驱动